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来看看特朗普及其盟友对民主党竞选搭档卡玛拉 哈里斯和蒂姆 沃尔兹发起的猛烈攻击 特朗普失去了熟悉的对手拜登 现在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定义哈里斯和沃尔兹 这场攻击从政策批评到身具个人色彩的身份侮辱 无所不包 特朗普及其盟友甚至对沃尔兹的军事服务发起了旧指控 并给哈里斯起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绰号 这一切的背后是特朗普企图重新掌握选举话语权 尽管他自己的策略和行为正受到质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自Axios揭示了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盟友 对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 哈里斯及其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发动的激烈人生攻击 这些攻击不仅涵盖了政策批评 还涉及了身具个人色彩的身份侮辱 当前的政治情势对特朗普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他在未来三个月内需要花时间来塑造公众对哈里斯和沃尔兹的印象 失去了熟悉的对手拜登总统 特朗普及其团队急需找到新的攻击目标 他们相信如果能够集中火力攻击哈里斯和沃尔兹的所谓危险的自由派经济 和移民政策 特朗普将会有明确的胜利之路 然而 随着哈里斯在民调中的迅速上升 特朗普回到了他一贯的斗士本能 开始尝试各种尖酸刻薄的攻击和不连贯的绰号 以测试哪些策略最为有效 具体来说 特朗普及其盟友重新提起了对沃尔兹的旧指控 称他在2005年伊拉克部署命令下达前两个月退役 从而抛弃了他的部队 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JD万斯更是指责沃尔兹窃取荣誉 并引用了一段沃尔兹呼吁对他 在战争中携带的突击 武器进行枪支管制的录像 沃尔兹是有史以来当选国会的最高级别士兵 尽管他从未在战斗区服役 但增在欧洲部署 并因使用重型火炮而受到耳部损伤 对于这些攻击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迅速回应 强调沃尔兹在其24年的服役生涯中多次携带 射击 并训练他人使用武器 并表示沃尔兹绝不会贬低任何美军士兵的服役经历 特朗普的策略听起来似曾相识 因为这确实是他惯用的手法 回顾历史 特朗普竞选高级顾问克里斯·拉西维塔 曾帮助领导2004年的快艇退伍军人运动 试图抹黑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的军事实际 在2016年竞选期间 特朗普本人也曾攻击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否认这位曾在北约战俘营中度过5年多时间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 是战争英雄 并声称 我喜欢那些没有被俘的人 这些言论激起了广泛的争议 尤其是民主党人 没有忘记特朗普曾5次逃避越南战争征兵 包括一次英古字 随着下出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有望大胜拜登 特朗普曾短暂表现出一定的纪律性 然而 这种纪律很快消失 现在他加倍强调那些虚假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 称哈里斯为迎合政治需求而成为黑人 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 特朗普多次称哈里斯为Cama Black这个无意义的绰号 看似故意制造混淆 甚至让记者和一些共和党代理人都感到困惑 同时 特朗普的盟友给沃尔兹贴上了 卫生棉条蒂姆的 标签 这是一种反跨性别的嘲讽 指的是沃尔兹签署的一项法律 要求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在洗手间提供免费的月经用品 对于这些攻击 哈里斯的竞选发言人詹姆斯·辛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唐纳德·特朗普这周休假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是现代最不受欢迎的 而他的2025年计划议程是有毒的 他在挣扎 但现实是谎言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反对美国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抹黑他人的公共服务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发言人史蒂文张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Cama Black帖子 与许多民主党人不同 沃尔兹表现出愿意在个人层面上与共和党人对抗 这挑战了米歇尔 奥巴马的名言 当他们走低时 我们走高 沃尔兹在一次集会上提到了一则 关于万斯的网络性笑话 这让一些评论员感到不满 相比之下 哈里斯本人似乎对这种游戏感到不适 甚至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集会上安抚了 把他关起来的 呼声 你知道吗 法院会处理那部分 我们要做的是在11月击败他 在福克斯与朋友节目中 特朗普承认他对哈里斯的政治蜜月期感到沮丧 如果他的势头继续下去 可以预见他团队的攻击 将变得更加挑衅和个人化 这场充满火药味的竞选战斗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升温 双方将争夺公众的支持和信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极其盟友对哈里斯和沃尔兹发起的人身攻击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那天在Truth Social上看见特朗普叫哈里斯·卡玛布拉 我还以为他在玩老的手机游戏 这位前总统真是脑洞大开 连绰号都能这么搞笑 哈哈 楚天书 你这都能笑得出来 特朗普这种攻击简直是美国政治的狗血剧 他还真是创新不止 从快船运动到麦凯恩 现在又来挑沃尔兹的骨头 这套路简直是政治版的真宣传 确实 谢琪琪 但你不得不承认 这种攻击策略在某些选民中还是挺奏效的 你看2004年约翰·克里的快速船事件 差点毁了他的总统梦 特朗普这招可是老练得很 像是权力的游戏中的小指头 总能在关键时刻给你来一下 楚天书 你说的有道理 但这次特朗普面对的是哈里斯和沃尔兹 他们可是能吵回去的 沃尔兹那段网络性笑话就很经典 真是现代版的鸳鸯蝴蝶梦 而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那一句 法院会处理那部分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反击 不仅幽默还不失风度 你说的对 谢琪琪 哈里斯和沃尔兹这对搭档还真是不好惹 沃尔兹在军队的经历更是让特朗普的攻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特朗普不是爱说我喜欢那些没有被俘的人吗 但他自己五次逃避越南战争征兵 这简直像是齐天大圣里的孙悟空 逃避战斗不成问题 楚天说 你这形象比喻太到位了 特朗普真是狡猾的悟空 但这次可没有如来佛祖照着他了 你看哈里斯的民调势头 那可是火烧赤壁般的势头 特朗普在这磨虎脚蛮缠 只会让自己更陷泥潭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